在台湾 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与陈建仁的海内外学术界后援会正式成立 这不仅是2016总统大选前民进党因人配的最后一个后援会 也是博士人数最多的后援会 蔡英文允诺学术界 如果未来执政一定会尊重学术自由 绝不会政治追杀 海内外学术界蔡英文陈建仁后援会成立大会的现场 超过200位学者到场 前卫生署长李明亮担任联署召集人 与发起人武坤裕 周昌宏 杜正盛 陈定信 廖运范等23位中研院院士 共1668位海内外学者参与联署 高龄97岁的独派运动老将史明也不缺席 坚持抱病参加 蔡英文说 这个会员会我相信跟其他的会员会比较起来 应该是博士最多的后援会 也是代表最多知识力量的一个后援会 所以最后出现的后援会 应该是我们在这个选战的最后的阶段 最重要的一个后援的力量 蔡英文表示 政治的竞争应该是理念跟政策的竞争 是国家的方向愿景的竞争 而不是不择手段要打垮对手的恶性竞争 蔡英文说 在这段时间很多的我们学术圈的好朋友 都受到过多过少的政治压力 甚至于有些人必须面对司法的随障 这些都是一个国家不应该有的事情 那也是一个国家应该觉得很羞耻的事情 蔡英文强调 在她执政下绝对会尊重学术自由与独立 蔡英文表示 陈建仁说 政治是可以作为一个志业 就好比学术可以作为一个志业一样 如果一个好的政治家 没有把社会及民生疾苦当作责任 就很难把社会弄得更好 陈建仁表示 政治绝对不是当作事业来经营所有的公司 来买卖房地产的 大家很清楚 政治是一个志业 实际上就是一个使命一个担当 那我在蔡主席身上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使命 这样的一个担当 海内外学术界的声明指出 蔡英文与陈建仁是符合当前台湾需求的领导人 蔡英文针对台湾与中国未来两岸互动所倡议的维持现状模式 强调维持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和宪政体制 以及在两岸之间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发展关系 未来任何现状的改变 必须由全台湾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 学术界认为这是相对务实的政策选择 不过这批学术界人士 多数人长期以来都和民进党保持良好的互动 有些人士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曾经担任过重要阁员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